今天的台长长继续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很多的事情都没有经历过 今天呢 台长想跟大家讲一讲呢 像屠杀现身 可能很多听众都听到过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过有气功菩萨 在人间 关心菩萨 很多菩萨都在人间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谈一谈 为什么菩萨变身 为什么菩萨到人间来 为什么菩萨到人间之后跟我们有明显的感应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菩萨呢 它是无心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个心啊 是没有自己的心 它是以众生之心为心的 因为众生是什么心 它就是什么心 所以呢 菩萨 心是慈悲的 因为众生也是慈悲的 大家记得 当一个人看见租车祸的时候 当一个人看见这个人掉到河里去 或者被某一件突发事件死掉的时候 很多人都边上很自然的由心发出一种感叹 哎呀 真可怜啊 真作孽呀 等等 这些是什么呢 实际上 这些就是因为众生之心 众生之心皆具佛心 就是佛菩萨之心 所以菩萨本身无心 他以众生的心为心 所以菩萨还有一个 无境 就是没有境 就是没有环境 没有看见的东西 因为你的境 境界也好 你所住的环境也好 因为你众生什么境 它就是什么境 所以呢 有感即通 什么叫有感即通啊 因为菩萨的心 没有 境也无有 那么 以众生之心 为心 以众生之静 为静 那么 所以 你们就会有感觉 菩萨和你是通的 你就会有感觉 菩萨 跟你是心心相应的 因为 你很多时候就觉得 哎呀 菩萨怎么知道 我有这个想法 帮助了我 实际上 这就叫 不谋而合呀 不谋而合 实际上 就是 有感应 感应即通 一有感应 马上你就会 跟菩萨通了 所以当人 在求菩萨的时候 他一定会 慢慢感觉到通了 那么 大家知道 一个人善良的心 一个人的良知 良能 他是由众生心之本体 也就是说 因为众生 本性当中 是很善良的 本性当中 是很有这种体能的 所以呢 也就是能够体悟出 人生的那种善良的东西 所以这良由众生之心 之本体 也就是说 良心 善良的东西 是人本来就有的 那么与菩萨的心呢 是息息相通的 因为人的良知良能呢 一定会和菩萨 息息相通 因为本来就是菩萨之心 所以呢 我们讲 众生 众生呢 有时候呢 大家知道 众生的悲绝合成 足成通而不同之下 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 如果你是众生 你要懂得觉悟 你要懂得合成 你要懂得悲绝 也就是说 正在你都要觉悟 你要合合而一 合天地 人 合菩萨 心 要合一 就是我们经常在人间讲的 叫天时地利人和 这样的话呢 你就成为 通 而不同之下 也就是说 你通也好 不通也好 它已经成为这一个方法了 当一个人不能想通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成不通之想 当一个人想得通的时候 他就成通之想 实际上通和不通 都是一种现象 都是一种现象 是你念经的时候 给菩萨的一种信号 一种信息 所以如果我们念经 只要一念生性 拼命的念经 虔诚地 念观心菩萨 背弃你的 尘埃 合 就是结合的合 你的觉悟 也就是说 把那些不好的东西 都要背弃它 尘埃 尘世间的事情 都要离开它 你就开始觉悟了 你就开始反弥归悟了 也就是反谱归真 当一个人 反谱归真之后 实际上 他就成通之想 那么 我们呢 如果在人生当中 遇到极大的 艰难险主 反正是我们遇到 极大的 艰难险主 我们只要 一念一道 就能够 得到感应 也就是说 当你念经 念得好了 当你跟皮肤上的气息 一直通的时候 不管你遇到 多大的艰难险主 遇到 山峰海啸 遇到你的危难的时候 你只要一个念头 观世音菩萨 你救救我吧 你就获得感应了 这就是靠平时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很多菩萨还会现身 啊 现身给你看 实际上 很多人在 遇到危难的时候 都会 菩萨都会 现身来救你 很多人在梦中 碰到危难的时候 他一叫 观世音菩萨 他能看见 观世音菩萨 所以 观世音菩萨 所有众位菩萨 他们不但 有情声 他们很 慈悲我们啊 虽然 有时候有 山河树木 祖歌 有桥梁传收 有楼台防守 有墙壁村落 菩萨 都是会 随时随地的 显现出来 而且 菩萨显现到人间 会随机现 这就是说 随着机缘 来显出 所以呢 我们 不管是谁 哪怕你已经到了 没有命的时候了 哪怕你已经到了 绝处了 你都可以通过念经 通过学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 重度的 重新登上彼岸 重新 遇难成降了 虽然你 没有躲避处 但是 你得到 观世音菩萨的救度 你就是得到 最大的 遮蔽 所以 种种的 菩萨到人间 来救度众生的故事 难尽宣说呀 你知道 有多少故事 说的菩萨 下来救人 谢谢观世音菩萨 随时随地地帮助我们 随时随地地在救度众生 那才叫菩萨 观世音菩萨 是慈悲的象征 也是菩萨中 自非的典范 让我们学习自非 让我们学习 观世音菩萨 救度更多的众生 帮助更多的 受苦受难的众生 这也是我们 学佛 做功德 必经的 一课呀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啊 我们一切众生啊 揭聚佛心啊 所以要把众生 都当成佛 因为佛菩萨 他把一切众生 都看成是佛 所以 为什么我们在 修行念经的时候 要把其他的老人家 看成你的父母亲 要叫他老菩萨 小孩子 你把他叫成小菩萨 所以 很多经文当中说到 我事已成佛 鲁事未成佛 若能如是性 借品与祭福 也就是说 菩萨 他自己已是佛 你呢 是没有成佛 如果 能够相信的话 你已经 具足了 这个品 品位 就是品的位置 也就是说 你菩萨把我们 都看成未来佛 所以 菩萨 才能 慈悲心来救度我们 如果我们去 救度人家的时候 也能把人家 看成是未来佛的话 可能 你就不会 这么 蛮横无理 你可能就不会 这么 没有耐心的 去救度他们 听众朋友们 信自己 只会成之佛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你相信自己 还没有成佛 但是我以后一定能成佛的时候 你一定会改掉你的 恶习 修 修 修 善良的 东西 因为你整天把自己当成菩萨来修 来做人 你一定不敢做坏事 当你每天 想做佛的时候 想成我是未来佛的时候 你就不会做坏事 而去修 善道 什么叫修善道 整天修善的东西 所以 能够改恶修善 法治利己利他 这是大菩提心 自利利他 因为当你救人的时候 你自己得到利益 你也能够利益他人 这才叫大菩提心 所以 我们活在世界上 在帮助人家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帮助你自己 因为你帮助了人家 又帮助了自己 实际上你发的就是大菩提心 所以 我们 要断尽 凡货 也就是说 我们在人间 一定要把 迷惑和烦恼 要断尽 不要去想它 要斩断 所以 这样的话 你的心 就是本心 是真如佛心 那才是真正菩萨的佛性 在你的身上 所以 要相信 相信 一切 六道众生 都是未成之佛呀 我们要激励地劝导他们 我们要 相互 维持 与同类 绝对不能 相争 相杀 之恶作呀 大家知道 现在的人 整天的 你争我斗 恶鱼我诈 动不动 就是 刀兵 相见 把 同胞骨肉 视为 禽兽 这个时候 你自己的本心 也就是禽兽 因为 因为菩萨 把我们都看成佛 菩萨 多自卑 把六道的众生 都看成佛 哪怕 把鬼道的众生 也看成未来的佛 他们是多么的自卑 地藏王菩萨 就是因为把 畜生道 恶鬼道 把地狱的众生 他都看成未来能救的众生 是佛 所以他才到了地府 去救度众生 这才叫菩萨 因为他心中有佛 所以他是真正的佛 而我们心中有佛 那才是真正的人间佛 想想看 有多少人在人间 做的恶事 是不是人做的 都是恶魔所做的 所以这些人 能成为人吗 所以心中有佛 他做出来的事情 也是佛 心中有佛 他做出来的事情 也是佛 我们要好好地学 好好地修啊 今生 什么都带不走 只有灭随身 不好好修 将去何从 何去何从 我们将往哪里去 往哪里生 没有人能告诉你 听众朋友们 不要相杀呀 国家跟国家 人民和人民之间 大家要爱护生灵呀 我们连动物都要 戒杀户生 何况与人类呢 所以 要方便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人 要戒杀身 不能看到 彼此相互争斗 产生一种 忠恨 谈见彼此在相争 在相斗 我们要 产生一种 产心 也就是忏忠的忏 忏悔的忏 我们要采生一种 非常难过的心理 因为人是不知自己呀 因为人 与一切众生 都是未成之佛呀 人要明白自己 到底是谁 自己到这个人间 来干什么 你要知道 佛菩萨 让众生 到人间也好 到六道也好 只希望你们 改些灰震 去除念上 该还清的 就要还清 所以 当我们知道 不惜杀人 以争相斗 以杀彼之身 杀人 杀动物 杀龙虾 杀螃蟹 像一条 好好的鱼 你把他的头剁下来 也不就是 怨我之口服也 也不就是 让我的嘴巴 和肚子觉得舒服一点 这种杀身 一定会折瘦 好 首先要知道 当你诚心诚意求菩萨的时候 菩萨一定会在你身边 当你诚诚恳恳 把学佛念经的时候 你有求必应 菩萨为了众生 经常献身于人间 这是多么的慈悲性 我们要感恩关心菩萨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不要杀生 我们不要去做对不起祖宗和被良心的事情 杀人取乐和杀动物取乐 那是一个概念 当年日本人在中国杀中国人取乐的时候 那是军法 那是没有人性 而我们现在杀一个猫 杀一个狗 杀一条鱼 杀所有活着的众生 我们也没有人性 好 作为一个学佛人 我们必须要借杀机 作为一个学佛人 我们应该好好地念经 作为一个学佛人 我们应该有求必应 那才是你跟佛祂的机场一接上去 我优先没人性 作为一个学佛灵 周围 接着 感谢观看